大家好,我是超哥,这是当我粉丝技术的一个美籍的一个3P板子啊 3个点和3P板 那么这个板子发什么故障,咱们看一下 缺机两分钟显示P0故障在门 这个P0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动材故障,一种是静材故障,一种是上电爆故障,一种是压缩,一种是硬材故障爆故障 两个维修思路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给这个路板前当电 上电咱们打开咱们的检测液 解释一下,是不是上电就爆故障 等待一下,你看直接就爆P0故障 直接爆P0故障,咱们 我之前讲过说锈板子看什么看芯片 那么这个芯片是301的芯片 那我直接就锁定了 这个模块是1243的模块 那么直接就锁定 就是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就是模刻的保护芯片了 我们去测量这个定压 保护芯片打到20伏打 去测一下这个定压 好,咱们测一下 这个一角是有标注的啊 看这个一角,一角定压 我们测一下一角定压 咱们看一下啊,现在锅章又消除掉了 没有P0凉红 这个模块有三个F5,有三个F5,记住了 刚才我们测定压的时候 已经发现了 咱们测这个一角定压,看一下一角定压 一角定压已经变成0伏了啊 已经变成0伏了 来,又爆故障了 你看,它又爆模刻保护 爆模刻保护,我们测一下这个一角定压0伏 测一下二角的定压 7.5伏 三角定压 多少 7.4伏 两个接近 两个接近 7.5伏 所以说这个是不正常的 一个7.5伏一个7.5伏这个是不正常的 它的压差至少在0.2和0.3伏之间 那么五角的 电压首先是不正常的 因为咱们采样电子采样的是有正点啊 所以说要让让它变成高点平 只有让五角电压上升 所以说五角电压必须小于六角的 那么这个芯片的一角送给了 这个有个三级管送给这个三级管 三级管的 极限级接的是F5 然后再到CPU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三级管 咱们看一下这个三级管极限级的 是三级杀 没错 现在是高点平 固章又消除了 你看 显示上固章又消除了 还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 对吧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直接就把这个电子换进去 换哪个 咱们直接换这个三角 因为三角什么 你看7.5 二级电压 7.54 差了多少 0.045 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 不符合逻辑的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 五角外围的两个电子给它干掉 这个板子就完美修复了 这种无章是最好学的 好咱们现在把这两个电子 不用测量啊 直接更换 刚才看到同向和反向的电压差了 一个是7.53 我们看一下 7.53 减许是7.49 然后等于0.04 也就是它的电压差是0.04 0.04 我们再除以它的 强量电子 是0.01 那么它的电流才有4 所以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那么这个板子 保护电流 至少在30 30 左右 因为咱们隔离方法的话 就达到25万的电子 这个保护电流就有4 所以说 这个压速机可能一加点就完事了 是报批用的 这个电压差是不正常的 咱们正常的电压差在0.2 0.3 你看比如说咱们的 电压差在0.3 0.3 除以对的强量电数 你看就可以达到30 对吧 就可以达到30 所以说 这个问题就是空向关了 对吧 这个电数 这个电压呢 我们把它 给它降一下 好 好